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困境 使你更加宽广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 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也是社群软体Facebook的营运长 雪柔桑德伯格 这位在事业上努力 不断向前迈进的 当代女强人 有着无比骄傲 而且坚定的神情 她总是鼓励女性 勇于接受挑战 而且积极追求各种目标 桑德伯格不仅有着 支持她的家人 更有一位让她在职场 无后顾之忧 勇往直前的后盾 就是爱她的丈夫大为 然而就在2015年 一个平常的日子 大为因为意外而骤然离世 这个突如其来的恶好 让Facebook这位最坚强的女强人 再也承受不住 她失去了治安 她的世界一细节全都变了 生活的重心几乎崩盘 跌到了谷底 她只能不停地沉浸在 无法自拔的伤痛及自责中 长达两年的时间 桑德伯格靠着阅读 书写和演讲 不断地与人坦诚软弱 并且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 慢慢地走出上腹之痛 且努力重建 自我认同与生命的形状 达在一次的演讲中说到 大为的死 深刻地改变我 我理解了悲伤的深度 和失去的残酷 但我也因此学到 当生活快要将你淹没时 你可以狠狠地踢下谷底 窜出水面 重新呼吸 以至于当你再次面对空虚 或是任何挑战时 你都可以选择快乐和有意义 亲爱的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 真实的创伤 失望 挑战 薪碎或失去等等 但每一个困境与经历 都使我们的生命 更加地有韧度 更加地宽广 因为苦难 困境 常带给人深刻的生命与反省 圣经里的诗人提到 我在困苦中 你诚实我宽广 这表示困苦 不是让我们丧志 惧怕无奈消沉 相反的 困苦会成为 你我的祝福 激励与鞭策 如果你只看到困难 就会陷入苦境中 而诗人能够从苦境中 转回很重要的因素是 不让自己落在困境当中 而是选择告诉神 因此我们要学习 世人宣告 我在困境中 你却使我宽广 宽广 在英文圣经里 有舒畅 安慰 自由的意思 有一句话说 我更喜欢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越是困苦的情况 反倒使我们 越多经历上帝 得着上帝的安慰 而宽广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自由 我就想到 有一次我在印度 看到当地的人 虽然当地的天气 非常的热 可是当地人却仍然又唱又跳 非常的喜乐 因为印度人热惯了 所以就从怕热当中 得着自由 看起来炎热的天气是困境 却使他们得自由 亲爱的朋友 困境不是灾难 不是咒诅 而是使你更宽阔的机会 有时环境的艰难 譬如工作压力大 人际关系的瓶颈 大环境不如意等等 这些都不是在你能够控制的 范围内 然而 当我们从根本 从根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以及看待困境的眼光时 你会越发体会 困境使能人生 更加宽广与自由 你会发现 困境是上帝的祝福 为要使你人生 更加的丰富与宽阔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寻 Stewar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